我先在陕西西安 这是西安的古楼 在古楼的后面就是西安回明街 带大家进去逛一逛 里面有超多的美食 今天西安的温度32度 也是非常爆热的 现在位置西安连湖区 前方这栋古楼建于明洪53年 是古代遗留下来的 现在也是西安地标性建筑 在它的不远处就是钟楼 它俩是对称的 古楼的后面就是回明街 买东西都是排队的 这是卖肉夹馍的 太火爆了 现在中午12点半 人都已经人山人海了 晚上的人更多 里面全都是美食 烤肉 羊肉汤 扫子面 面食是陕西的主食 北方人喜欢吃面食 南方人喜欢吃大米 大家猜我早上吃了什么 早上我就吃的 鲜的菠菜面 颜色都是绿颜色的 肉姜馍 拍照的地方 还冒烟呢 好多水果楼 还有饮品 隔壁另外一条街 西洋市 都是美食啊 美女帅哥特别多 凉瓶 臭豆腐 全是小饰品啊 这个地方都是卖小东西的 还有纪念品的 这边还有大雁塔的模型 好大一个鼓 一个龙的头 好多人在这里拍照 跟水帘洞一样 里面五颜六色的光 光线不太好 大家看这个字读什么 西北营养什么 这个饼啊就跟一个盘子似的 这是新疆人做的 这边新疆人特别多 这是鱿鱼 又是一个龙头 跟刚才那个形式差不多的 哇 但是比那个比较震撼 两边是有水的 而且这里面特别凉快 带大家看一下 里面是卖水活的 烟雾缭绕的 也是卖小饰品的 跟刚才那个店差不多 手工事件 几位师傅正在坐着 羊杂汤饺子 这里面有许多老字号的店 还有网红打卡店 美食是非常的巨多 还有一个直播的 直播也太疯狂了 大家猜一下这是干嘛呢 这条街我感觉大约有个五六百米远 从那里15分钟就走过来了 我走的是主干道啊 它旁边还有许多小街道 那边是莲湖区政府 这是西华门大街 跟回民街市联系来的 运动会举办倒计时 这边有一个简介 文化风情街 文化风情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